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时隔三年用D-SLEE报仇的陈索阳 2019年,尤家伊德刚出道不久的时候 队长陈索阳出演了一个综艺节目 当时主持人安宁米接受了尤家伊德在出道后 创下了新人奖七罐囊 出道20日就拿下音乐节目一位的记录 而在这个时候,另一位主持人Kingura 就开始了一连串的 公击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Kingura的主持风格本来就是说话非常直接 也有一点点的攻击性 所以在说完尤家伊德的出道记录后 Kingura就说了 那个出道曲,我们一听就能知道是什么歌吗? 因为不知道才问 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信任出道的话 嗯,最近因为一级很红 所以知道一级 是一级等级吗? 听说甚至也参与了所有专辑歌曲的制作 主打歌都是我担当 所以是跟基地一样的角色? 因为不知道才问 我因为DissRap稍微有了一点人气 DissRap就是Rapper们呛对方的时候唱的Rap DissRap的话是前席等级吗? 因为不知道才问 所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2022年5月4号 时隔三年 陈村眼再次出演了这个综艺节目 然后为了主持人们准备了DissRap 我们来听一下DissRap的片段 宝可蒙面包是现在在韩国被封抢 就连idol们也抢够的超人气食品 靠着本人的努力跟能力成功后 这样报仇真的太帅了 这话不能这么说 什么叫基地等级 杰西等级 应该是在对内室跟基地一样做次作曲吗? 跟杰西一样Rap很毒吗? 要这样问吧 突然让挺过他吃宝可蒙面包的陈村眼 笑死我了 KK 真的太棒了 看到本爷做的这么好的idol 就觉得很敬佩 陈村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Lenningming的一个片段 这是陈村敏在说自己十年前前男友的事情 陈村敏 前男友 前男友的女性朋友 陈村敏跟女性朋友不太熟悉 前男友跟朋友们在玩 包括女性朋友 当时前男友没有车 男朋友来电话说 会搭女性朋友的车去在陈村敏后 送陈村敏回家 为了省计程车费 所以就坐了男朋友的女性朋友的车 陈村敏坐在后座位 陈村敏的家在13 男朋友的家在长安 男朋友跟女性朋友一起送我回家后 我当然以为男朋友也会下车 但是到了我家后 男朋友没有下车 当然只是坐在副驾驶座也是没关系的 但是突然两个人换位子 男朋友坐在驾驶座了 那个女朋友坐在旁边 虽然很生气 但是忍住了 第二天通话的时候 男朋友说 因为有东西要拿 所以没能够直接回家 那为什么是你开车 不是 我只是说我想开一下车而已 让一百步 不下车的部分可以理解 但是男朋友开车的部分无法理解 一开始搭女性朋友的车来接你 就有点 我是不能理解 换位子的话有点 觉得只是开车的话 没关系的 虚无杰 金争古 搭女性朋友的车 送女朋友回家 已经就很杀眼了 所有过程都很烂 从一开始男友开车来就好了 为什么女友下车后突然换位子 他俩应该是已经交往 或者是准备要交往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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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